大家好,欢迎来到全民新娱乐,我是超梅 现年43岁的前TVB艺人邓一军离开了TVB已经15年了 这15年间邓一军已经远离了娱乐圈这个行业 转头到了保险兼容业 从小职业做到了分行尽力 再到高级财务策划区可谓是步步高升 赚得盆满钵满的 2019年邓一军创业做老板 自主投资了50万在油麻地开了一家车载面店 由于生意不错 三个月后他在奸沙族又开设了一家分店 当时的他很有信心将这个车载面店发展成为了连锁产业 没有想到一年之后的今天 邓一军因为大环境的关系 已经先后关闭了去年开设的两家面店 也就是说他在餐饮争议上的第一桶金 尚未算到就直接亏损了200万 不过他对此倒是很看得开 不认为自己有很大的损失 如果一直有关注TVB的观众 对邓一军应该不会太过陌生 在退圈前他出演过不少的TVB剧集 事实上邓一军的成名很早 他是童星出身 9岁的时候就已经为香港教育电视台演出 15岁在电影《纵横四海》中出演周润发的童年 从小就累积了比较丰富的演出经验 所以正式出道之后 他的发展要比很多同期的艺人更快 17岁因为出演了既得香蕉成熟时 而入围了香港金像奖最佳新演员 还一度于古天乐《古剧集》被封为双骨一等 成为最有前途的新人 不过邓一军在后来终究没有如古天乐《古剧集》 这般有名记 在1996年加入了TVB后 他的发展就陷入了困境之中 最大的问题不是演技不好 而是一张娃娃脸限制了戏录 后来造他演出的监制 几乎都是让他出演小弟弟的角色 再后来更是变成了客创或者是路人的角色 2005年与TVB合约到期的邓一军就离开了TVB 值得一提的是 当年的邓一军离开TVB 并不是因为不获TVB的重用 发展受险 也在于他本人对娱乐圈的工作并不是太喜欢 他直言其实很多时候都是自己主动放弃演出机会 才没有人找他演出 而放弃机会的原因是不喜欢应酬娱乐圈的人 不是太喜欢演戏 所以合约到期就顺水推舟的离开了 事实上邓一军2005年离开的不只是TVB 还是整个娱乐圈 离开娱乐圈后的邓一军在朋友的介绍下 从事起了保险行业 他对保险这一行明显是要比娱乐圈更热忱 短短几年间就从小一般的小职业升职到了主管 之后又成为金融理财顾问 高级财务策划师 而做保险金融这一行只要做得开 财员自然是滚滚而来 所以在退圈后的邓一军 收入甚至要比做娱乐圈的时候来得更高 发展更好 在累积了一笔丰厚的资金后 2019年邓一军从女儿喜欢吃这件事情上 萌生了要开小食店的想法 于是他胆粗粗的投资了50万 在油麻地开设了一家车载面店 当时因为曾经拍戏而结下兄弟情的好兄弟 古天乐还来帮衬 还一度的引发了热议 同等于变相的为他宣传了一把 在平时不拍戏的时候 古天乐会选择做善事 比如修建学校 捐赠摘取一些钱财等 平时上一些娱乐 走刊八卦也是因为他的肤色 而被大家吐槽的比较多 要说古天乐 那可算是七十年代最早的蛊惑仔了 一行一言都需刻在他的骨子里面 日前有媒体记者见到了爆料 邓一军他点开张的时候 发现古天乐居然现身在他的面摊店里 更是去了两碗面之后 两人还在他面坐起来 一起闲聊了好一会儿才走的 不仅如此 走之前还开心的合映了一张 那时候有人采访邓一军来证据这件事情的时候 他也是主演生成确有事实 要说现在很多年轻人提起邓一军 估计没有几个认识或者听说过的 不过这也是情有可原 你要说你听都没听过不要紧 但是如果说香港本地人的话 知道他的就比较多 因为他从小是同情出身 最开始是加入了TVB无线电台 做了一个艺人 拍摄了不少电视剧 也是在看电视其中认识了古天乐 自此他们之后就有两个人 便经常以好兄弟为伴相互做事 更是在一起合作了不少的影视剧 后来的古天乐心路越走越深 而同为好兄弟的邓一军 心徒却越来越惨淡 因为邓一军和他的身高过低 只有1米64的身高 外加上自己的脸长相也比较的不出众 所以这也就限制了他在娱乐圈的发展 无奈之下 他只能选择在2005年选择退出娱乐圈改行 自那之后古天乐和他的好朋友邓一军 也不怎么联系了 虽然说自那之后呢 他们两个人多年已经没有见过面了 但是当古天乐第一时间知道 曾经的好朋友邓一军 在香港这里开了一家面摊店的时候 也是积极的前去捧场 虽然这么久没有见面了 但这并不丝毫影响 他们在一起热聊倡议 当店铺开业的时候呢 其实就有很多记者 随之迎面而来的采访邓一军 还问到是否会请自己 昔日的好朋友古天乐 来尝尝面的味道 但是邓一军害怕古天乐太忙 没有时间就直接声称 不想麻烦对方 没有想到的是 当自己店铺在开的那一天啊 昔日的好友古天乐 却来到了自己的面摊前 面对记者采访的邓一军 也是直言 自己并不想因为这个麻烦对方 想等到自己的店做红火的时候 再让古天乐上门来吃面 古天乐却让他意想不到的 甚至自己上门直接来吃面 古天乐吃面的时候 也是赞不绝口 更是直言改天还会来 但过了几天 古天乐再次来 果然实现了当时说的诺言 更是直接声称好友 不好意思因为太忙 所以来的有点晚 这让媒体记者朋友们 知道的时候啊 也是一度认为 古天乐这个人 一诺千金 值得交朋友 要说古天乐自从在当了香港演艺协会会长之后呢 他的个人生活就越来越少了 他现在最近要宣传个人的电影活动 差不多一天24个小时 连睡觉的时间都特别的少 即使这样 他还是答应了自己的好友 邓一军 没事的时候就过来吃面 能够拥有这样的一个朋友 相信是谁都希望能得到的 2019年 邓一军开店后 生意一直都不错 这才令他在第一家店面开了三个月之后呢 又迅速的在尖沙族开设了第二家店铺 第二家店铺的投资力度是第一家的三倍 总共投资了150万 找了一个能容得下40人的餐厅 当然也因为店铺变大了 租铺也就更贵了 月租就达13万 满心欢喜的想要在餐饮业闯出一番名堂 但是人算不如天算 从2019年下半年开始 因为各种因素的影响 营业额开始出现了波动 所以啊 在7月的时候 邓一军就断闭式的结束了第一家店铺的生意 打算主力经营这家人能容纳下40人的餐厅 专营一家餐厅比同时经营两家餐厅来的并不轻松 不过邓一军也用心用力 2019年下半年的营业额尚算不错 都有隐润 不过从2020年1月开始 一场病毒的肆虐严重影响了他店铺的生意 因为大家都不外出吃饭 餐厅没有生意可言 从1月开始 他每个月都要倒贴十几万 根本是入不敷出 面对困境 原本邓一军想着 这场疫情很快就会过去 熬一熬 称一下还是可以的 没有想到3月过去了 整个环境都不明朗 无奈之下 他在4月4日忍痛的结束了餐厅的营业 也就是说短短的半年间 邓一军仅仅是账面上投资的 亏损就达200万 还没有算上其他的损失 虽然第一次创业失败告终 不过邓一军的为人倒是很乐观 他直言做生意不可能只赚不赔 且这一年的生意生涯 让他受益肥浅 他认为200万的损失 就当是交了一次学费 赚到的是经验与人情 所以并不全是全亏本 回头来说 邓一军开面店 一开始其实也是抱着玩玩的心态来做 没有想要赚钱的意思 没有想到越做越好 这样才令他继续投资开店 真正的把面店当成一门生意来做 所以当他心态很平衡 另外在退圈的这15年年间 邓一军做保险 做金融也赚了不少钱 所以亏损了200万 应该对他来说不是什么太大的损失 而你不做餐饮业 他还可以继续他的保险 金融的本行 况且他也表态 自己只是暂时的不做餐饮 等实际成熟了 还会东山再起 依旧是雄心壮志 要干一番大事业 邓一军在去年2月投资50万 在油马地开车在面店 之后又再一次投资了150万 鱼尖沙嘴开分店 一元而食的梦想 进军饮食业 当时更后好友古天勒称畅 不过他在接受访问时指出 受疫情等影响 其生意额下跌的较为厉害 本来想集中发展 尖沙嘴分店 而把油马地点 解业的他 现在受到疫情的影响 为了止损 尖沙嘴分店也结束了营业 虽然出座老板就受到挫折 但他却并不放弃 他在接受访问时表示 做生意不一定是只计较赚钱 同时他也赚到了经验 当交学费之外 也上了一课 他认为这一段时期应当留在屋起 会考虑等疫情过后另起炉灶 心中有一团火还没有灭 同性出身的邓一军 9岁时就在香港电台教育电视演出 曾参演了多部电影以及电视剧 如《寻情记》 《美味天王》等 他在2005年离开娱乐圈后 投身保险业 任职财务策划师 短短几年间就已经晋升为高级分组经历 邓一军和顾天乐是好朋友 他们曾经合作拍摄多部电视剧 如《美味天王》 《烈火雄星》 以及《寻情记》等 当中两人曾在聚集《烈火雄星》饰演兄弟 不过邓一军就坦言 《许四节夜》未有通知好友 而当初他开电视 也没有特意通知古天乐 但古天乐一收到消息 就主动联络邓一军 低调现身面殿事实 虽然邓一军已经带出娱乐圈多时 早前古天乐邀请他客串拍摄电影版的《寻情记》 他都立刻答应了 好 好 无 abrupt 后 谢谢大家